今天咱们来一起读这本《被讨厌的勇气》 用脑子的智慧来分享读书体会 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视角和感悟 《被讨厌的勇气》是一本深入探讨人性、自由和幸福的书籍 它以哲学对话的形式引导读者深思人生的意义和价值 作者介绍 本书由日本心理治疗师案件依然和作家《蛊惑》及此件共同创作 通过对话的形式解释了阿德勒心理学的核心观点 为什么要读这本书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可能面临自卑、焦虑、不被理解 如何正确处理人际关系的困扰 通过阅读这本书 我们可以学会如何坦然接受自己勇敢地活出真实的自我 拥有被讨厌的勇气 成为理想成为的人 这本书的章节可以大致分成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个部分 过去 我们的不幸是谁的错 老子说 持经之道 已欲经之有 我们需要与时俱进 我们不能一直限于过去 要学会接受和犯想 过去的不幸并不是任何人的错 而是成长的一部分 现在 做好课题分离 知人者智 自知者明 词固能永 我们要学会理解和尊重他人 同时更要深入了解自己 正如老子所言 知人者智 自知者明 通过自我认知和理解 我们才能在现在的生活中做出正确的选择 我们也需要关爱自己 善待自己 因为慈爱 所以勇敢 未来 是说要活在当下 不焦虑未来 老子强调 无为而至 倡导顺应自然 活在当下 过分担忧未来 只会让我们失去今天的幸福 我们要学会珍惜现在 不被未来所困扰 总结 被讨厌的勇气 不仅是一本心理学书籍 更是一本人生哲学的指导 结合老子的智慧 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 这本书的核心观点 愿我们 每个人都能拥有被讨厌的勇气 勇敢地活出真实的自我 无论过去 现在 还是未来 都能保持一颗平和 坚强的心 为什么要读 《被讨厌的勇气》这本书 为什么这本书 非常适合女性读者 首先 我们要明白 一个社会对女性的友好程度 与其文明程度成正比 一个真正文明的社会 是一个尊重女性 尊重每一个人的社会 我们都知道 一个更平等的社会 远远优于一个欺压女性的社会 特别适合有讨好性人格的人 《被讨厌的勇气》这本书 透过深入的心理分析 让人认识到讨好性人格的陷阱 许多女性 常常陷入讨好他人的圈套中 忽略了自己的需求和感受 通过阅读本书 我们可以学会认识自我 了解自己的真实需求 而不是仅仅迎合他人 课题分离 学会区分哪些是自己的事物 哪些是别人的事物 让干涉里生活的人见鬼去 拥有被讨厌的勇气 不再害怕他人的评价 勇敢地做自己 这本书也适合处在迷茫中的人 无论乱里都有可能有迷茫的时候 通过阅读本书 我们可以找到人生的方向和价值 书中提到的共同体 归宿感其实就是老子说的道 书中所指的共同体 就是道的概念 强调归宿感和人与人的连接 道生万物 我们来自于道 也将回归于道 作为旅行 我们应该深刻理解 归宿感和共同体的重要性 活在当下 最后这本书教会我们活在当下 不担忧未来 不留恋过去 享受此刻的每一分 每一秒 这本书不仅是一本哲学书 更是一本生活指南 特别适合女性朋友们 它教会我们认识自己 拥有被讨厌的勇气 找到人生的方向 理解归宿感和共同体 活在当下 我真诚推荐每一位 有讨好性人格的朋友 尤其是女性朋友 都能拿起这本书 你将从中找到自己 找到勇气 找到方向 被讨厌的勇气 是由案件一栏和古惑实践 共同创作的 这本书的复飘体是 自我启发之父 阿德勒的哲学课 豆瓣评分高达8.6分 首先让我为大家 强细介绍其中一位作者 案件一栏先生 案件一栏 哲学家 1956年生于京都 现居系京都 高中时期 他便对哲学产生浓厚兴趣 并凭借着对哲学的热爱 进入京都大学 时常到老师府上进行辩论 1989年起 案件一栏开始 致力于研究 专业哲学和阿德勒心理学 它的主要活动领域 涵盖阿德勒心理学 及古代哲学的执笔与演讲 同时还在精神科医院 为许多青年做心理辅导 是日本阿德勒心理学会认定顾问 案件一栏先生的学识渊博 作品丰富 寄注包括阿德勒的 《个人心理学讲义》和 《人为什么会患神经病》 他自己也具有 《阿德勒心理学入门》等 多部著品 在被讨厌的勇气中 案件一栏先生 以他深厚的哲学底蕴 和对阿德勒心理学的精湛理解 为我们带来了一场 深刻的心灵之旅 另一位作者 《蛊惑实践》 同样是一位非常优秀的 心理学家和作家 与案件一栏 共同创造了这本书的精髓 这本书以对话的形式 浅显易懂地向我们介绍了 阿德勒的心理学理论 不仅让人深入思考 还启发了我们对生活的新日资 最后 我真诚地推荐每一位朋友 不管你对心理学是否有所了解 都可以尝试阅读这本书 相信被讨厌的勇气 会为你的心灵成长 带来极大的启示 在阅读讲解这本书之前 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0.是否认同江山移改 本性难移 江山移改 本性难移 是一个流传已久的成语 形象地描绘了 人的本性往往难以改变 就如同改变江山的轮廓相对容易 但改变一个人的本性 却异常艰难 但是本性是否真的难以改变 有人认为人的性格和习惯 从小养成难以改变 但现代心理学研究发现 人的性格和行为模式 并非一成不变 通过教育 自我认知 心理治疗等方式 人的某些性格特点 是可以得到调整和改变的 阿德勒心理学 也是认为人是可以改变的 《被讨厌的勇气》 这本书认为 改变就在一瞬间 改变自我 需要勇气和努力 尽管改变自己的某些本质特点 可能会非常困难 但并不是完全不可能 它需要个体的自我认知 勇气和坚持不懈的努力 人性并非一成不变 人们可以通过自我努力 和社会支持 在某些方面 达到自我改变和提升 接下来 我将为大家梳理这本书的 重要章节和其中的核心思想 首先第一章 我们的不幸是谁的错 这一章告诉我们 不要沉溺于过去 不要让过去的影子 束缚我们的双手双脚 让我们迷失方向 接着是第二章 一切烦恼都来自人际关系 在这一章 我们会探讨对自我的认识 帮助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 自己与他人的关系 而第三章 有一个非常醒目的标题 让干涉里生活的人见鬼去 这一章为我们揭示 如何为自己划定界限 如何进行课题分离 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清晰 不再被他人所左右 第四章 则带给了我们一个 有力的鼓励 要有被讨厌的勇气 这里 作者鼓励我们将自己的感受 置于守卫 即使 这意味着有时 我们会因此被他人 所不理解或讨厌 但 这都是为了真正的自我 最后 第五章 认真的人活在当下 这章的核心是告诉我们 不要过于担忧 那未知的未来 而是要珍惜眼前的每一分 每一秒 生活的真谛 其实就在我们的脚下 就在当下 希望大家在今后 今天和以后的分享中 能够有所启发 能够明确自己的人生方向 请不启发